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晨英投资密码 那么最近除了贸易战之外呢 那么最红的新闻的话就是降息 那但是呢,很多人认为降息的话 因为利率越来越低嘛 你受不了这个低利率,所以去投资股票 所以降息是利多 但是我这里要跟大家提到的就重点是 降息不一定是利多啦 最近虽然股市是有涨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怎么说呢 那么理由理论很多 但是我们不如看看真正的股票市场的走势 所以我这个时间的话把它拉很长 让各位观众朋友的话 从1994年1995年这边就最旁边了 这边那么看看啦 大概在近25年以来 美国它的一个联邦基金利率的走势 那么近20几年以来的话呢 一共有四次的降息 那么1995年这一次 这是1998 那这个是2000年的降息 这是2008年的降息 这是金融海啸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呢 近20年以联邦基金利率的话呢 一共有四波明显的降息的走势 这我们第一个印象记彩之后呢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下一张的话就美国标普500指数的越K线图 我们刚刚讲到说降息到底是不是利多 那很简单 把降息的这个四个时间 我们把它给标下来之后 看这四个时间美国股是怎么走 这样不就很清楚吗 好我们刚刚讲四个对不对 那分别是1995 1998 2000年跟2008年 我想眼尖的朋友的话呢 大概马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2000年刚刚提到的降息的期间 你看那个股票涨还是跌 它很明显的就是跌 就是降息而且是越降越跌 2008年的时候呢 那么降息倒是涨还是跌 这个看起来也是非常明显也是跌 所以降息一定股票是涨会涨吗 不一定 那但是我们再往前推的话 有一个叫做1995年1998年 1995年这个降息的期间呢 股票市场是涨 1998年的话股票市场先涨再杀 然后再涨 最后的话呢 算涨幅还是涨了 所以我们这么说好了 所以为什么说降息不一定是利多 在近20年来的2000年跟2008年的时候呢 是越降越跌 而且降息就跌 那么因为整个景气已经往下了 所以当联准会希望透过降息 然后让资金宽松来支撑这个经济 来为这个经济来做点火的时候呢 投资人心里的想法是 哇那你降 而且你降了又快降了又急 一定是景气很差 所以越降大家心越慌 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滚雪球的负面性的效应 那在1995年跟1998年的时候呢 当时是看起来景气啊 好像有要休息的味道 那么所以呢联准会的话就采取了降息 但是呢降的幅度跟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们看这时间啊 这两段的时间比起先前的2000年跟2008年 这个是比较短一点 所以呢这种的话有点类似像什么 预防式的降息 预防后面转坏 那我现在干脆先降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股市是正向的反应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全球的股市啊 好像比较在反应像1995跟1998 也就是说呢联准会胜传要降息 那么呢 这个降息的话 如果照这四次里面的话 比较类似1995年跟1998年 也就是说呢 它会降息一段时间 但是幅度跟时间不会太长 那股市的话就有机会正面来做反应 现在的股市正好就是在 以这样子的方向来作为表现 当然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万一整个景气不如预期的时候 那时候千万不要把降息当率多 因为它是越降越跌 我们从这两段看的非常明显看得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 刚刚提到说要降息对不对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降呢 一年的话联准会啊 它有八次的会议 FOMC啦 就是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一共有八次决定它的一个货币政策 那么在近期的这一次的话 就是呢 7月份 7月的30号跟31号 那目前的话市场上开始预期 就说可能会降息 甚至有人估到会降两码 那么到底会如何的话呢 我想7月底啊 就可以非常明朗了 我们刚刚提到说 目前来讲的话反映类似1995年和1998年 但是要慎防景气像2000年或2008年的时候呢 是往下走低的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么当然对大家来讲的话就说 那景气我怎么知道呢 景气我们固定都会在 这个每一次跟各位朋友来做追踪 每个月追踪一次 我们用这个采购经营人指数 那我们看这个是全球的JP Morgan统计的全球采购经营人指数 制造业的后 从呢2000年开始统计过来的话 那么它有几次的后中间这条线是50啊 我们知道PMI的话50以上是稳健的复苏 50以下的话是进入调整 所以2011跟2012欧债为基的时候有过 2015年跟2016年的时候呢 升级前的恐慌有过 那各位这次呢 我想很明显在2019年的时候呢 它往下而且跌破了50 那代表我们整个的制造业的话呢 全球了 这是全球的PMI 目前来讲的话 有进入调整期的机场 但是因为PMI它其实 它是一个每个月的调查 那反映的也很快 它问财购经营人指数呢 你公司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月的这个目前所看到的状况 跟上一个月的话来做比较 所以它是一个月跟月的一个观念 那么因此呢 它的可以说是属于比较敏感的领先性的指标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美国呢 美国的话我们看到最右边 它也是继续往下哦 但是50在哪里呢 50在这里 50在这里 先前有跌破过 但是现在的话没有 换言之美国的景气跟全球来比的话呢 虽然也是往下 但是至少没有来到50以下 还算强 所以我们讲说它趋缓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每天早上起来投资都要看看美股的 我们看看美股跟PMI的一个表现 上面的话是美国S&P500指数 底下的话呢 是这个美国的制造业的PMI 那的确呢 这是2008年 这是2011年欧债危机 这是2015年2016年的升息前的恐慌 那么这个是现在 现在目前来看的PMI还没有到50 在指数上面的话呢 那么美国S&P500指数反应还算强 反应在反应我们刚刚提到的预防性降息 对股市的一个刺激作用 只是要小心 如果说PMI再往下的话呢 那么有可能造成美国股市会往下的回挡 触发全球的一个回挡 这要特别留意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其他的国家呢 是欧洲 50在这边啦 所以各位看很明显 就是欧洲它其实破了 而且它破了几个月了 那么欧洲的景气比较低迷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日本 日本的话呢 在过去这么多年呢 它其实破50的时间点 50在这里 50中间这条线 那比美国的话多好几次 最近又破了 破了以后又弹上来 但是弹上来的幅度不大 所以我们说弹升无力 代表日本的制造也还是弱 美国欧盟跟日本 是属于先进国家 那目前来讲的话 就美国比较强 但是趋缓 欧洲跟日本已经转弱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中国官方在新市场里面呢 目前来讲经济体 好像十分庞大的 中国官方的话呢 50在这里 所以各位是不是破了 好 虽然破但是破不多 那以前的话 有没有破过有 而且以前破了以后 拉伸不上来 后面再往下一次 那么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呢 当时的20152016 那个时候入港股 有一阵子很弱 所以如果这个 中国官方的PMI 再弱下去的话呢 要注意 可能入港股 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那么呢 因为常常大家常在观察的 中国的PMI有两个 一个是官方 一个我们看下一个 就是民间版 民间版的指数 民间版的指数呢 是破了之后 再拉上来 再下来 所以我们讲说 它是有余温 但是呢 表现的话 并不是特别强 所以到这边的话呢 如果 讲了这么多 我们最后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全球成长趋缓的 大概就美国 其他的话呢 都陆陆续续的跌破50 不管是欧洲 不管是日本 或者是新市场里面的重要的 比如说像是中国大陆 那么呢 这个其实都代表说 全球的制造业转入了迹象 那全球大部分先进国家的话 目前都是往非制造业 或服务业去走了 所以其实制造业 占GDP的比重的话呢 是比较低的 甚至有的是不到两成的 但是因为制造业 它比较敏感 所以长期的观察的话 我们发现制造业 它虽然占GDP的比重 比如说 甚至连中国 都有在减小的一个迹象 但是呢 它的具备有比较领先性的 因为股票比较领先性 所以我们才会常常 用制造业的PMI 来观察现在的景气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景气的确有成长趋缓 那么接着下来的话呢 就要做密切的观察 如果拉伸无力 那么股市的话呢 这个是回调的压力 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能够再谈升到50以上的话 我们可以说就是渡过难关了 那么未来每个月 会继续为各位朋友来做追踪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